葡萄的果农日前发现辛辛苦苦20年经营的果园里面 400棵的葡萄树全部被人砍断了 一年200万的产值都飞掉了 果农想不起来到底得罪了谁 警方则是怀疑有人侠怨报复 看着满园被破坏砍光的葡萄树 72岁的老农夫实在想不出到底是跟谁结了怨 这处位在西湖的葡萄园当中 种植了400多棵飓风葡萄树 不过全被人从藤金部位砍断 只剩下不到10公分的残体 看到损失大约就超过200万 不过由于这些葡萄树已经种植了一二十年 如果重新种过至少还要五年才能采收 老农夫说他没有和别人有恩怨 自己的心血全被人破坏 他只希望警方能赶快来破案 目前他和妻子只能为这些 剩下10公分的残肢上药 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让砍断的葡萄树能够再长出枝芽 而根据警方表示 由于这起案件的针对性太强 因此怀疑是有人辖院报复 目前已经锁定的特定对象 将继续追查 借成孟辉彰化采访报导 转发 音乐